现代人利用科技来预测天气 不过古时候观测大自然现象的方法 可以看看蜘蛛有没有结网 就知道会不会下雨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 蜘蛛结网久雨必晴 意思就是气压升高 空气干爽 蜘蛛所结的网才会有年度 这就代表天气即将要转型了 所以呢 十大生命科学系的副教授陈世皇 他特别利用一年多的时间 走遍台湾来探究蜘蛛的奥秘 结果他发现 55种以前不曾记录过的蜘蛛 所以左手撰写了台湾蜘蛛誌 要建立台湾蜘蛛的完整图件 今天蜘蛛真面目系列专题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认识 这一群数量庞大 在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看得到的蜘蛛 走进陈世皇教授的实验室 久时间收藏了五万多只蜘蛛的标本室 一般人看似恐怖的蜘蛛 陈教授的形容却是 蜘蛛呢 吵得很可爱 头部后面这两个奥窝 台湾蚁只蜘蛛中最大的人面蜘蛛 背面斑纹像极了一张人脸 腹部斑纹又像是可爱的小鹿斑饼 这次发表的新种鬼面蜘蛛 看上去是颗骷髅头 长相怪异的枯叶尖鼻珠 腹部像是一片枯叶可以巧妙的卫妆 最漂亮的旧属中型金珠 金色纹路非常艳丽 最致命的赤背寡妇珠 毒性最强足以致人于死 但其实一般蜘蛛的毒液 对人都是起不了作用的 一般蜘蛛的这个毒性是对它的猎物比较毒 也就是它对这个节制动物啊 昆虫啊 这一类的这个动物呢 那么它 它打下 把毒液打下去以后呢 很快就制服它的猎物 但是我们这个哺乳类跟这个节制动物呢 这个神经系统可能不太一样 蜘蛛看起来吓人 事实上却很怕人 这个俗称喇牙的白鹅高脚猪 不但无害还是抓蟑螂高手 它呢 是这个会护卵 所以它是一个这个慈爱的妈妈 那同时呢 因为它晚上才会出来找东西吃 那么它晚上可以吃的就是一些这个蟑螂 所以它是我们家里天然的客章 电影里蜘蛛人可以飞檐走壁 而蜘蛛也确实可以借着吐司 有一流的探跳功夫 这只幽灵猪拖着一根丝线 成功地从底片河里垂挂而下 最后安全降落 但这个安全锁也不是每只蜘蛛都有 会结网的蜘蛛比较进化 不会结网的蜘蛛就只能靠原始本能抓猎物了 这个算是圆网 这个韧性比较大 那比较有弹性 对对比较有弹性 所以这个昆虫啊 掉落 掉上去挣扎的时候呢 比较不容易被逃脱 那这种网呢 那么它只有这个外面 外面这个螺旋形的 这个螺旋丝上面呢 才有这个粘液 也就是才有粘昆虫的这个功能 那至于这个辐射状的这个丝呢 这个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粘液的 不同蜘蛛 织出来的网各不相同 但共通点是坚固又有弹性 在科学家眼中 是不可思议的纤维材料 丝呢非常的轻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它 来当做这个防弹衣啊 那我们这个 这个阿兵哥啊警察啊 那就不用背着这个 这个非常重的那种防弹衣 另外丝它因为是蛋白质 在医药上面也许可以 可以做一些这个 这个当做 类似像纱布一样这种直血的 直血的这种纱布啊 蜘蛛吐丝不从嘴巴 而是从腹部的后端吐出 蜘蛛也不止在山林间 这只西角猪就是在西边生活 还会捕鱼呢 晚上的时候它就会出来 然后鱼呢 晚上就会比较靠岸边 所以小鱼在水里面游的时候呢 它就会侦测到 然后呢就会捕鱼 全世界的蜘蛛有四万种 它们是自然界里的 天生纺织专家 也是建筑学中 最巧妙的设计师 希望大家打不刻板印象 发现蜘蛛有趣的一面